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其实啊 春天有很多颜色呢 你们可以出去找一找哦 春天的颜色 你们在找什么呢 我们在找春天的颜色 我知道啊 春天是白色的 白色的 春天怎么会是白色的呀 就是白色的 走 我带你们去看 好多白色的柳西啊 我没有骗你们吧 所以我说春天是白色的 原来春天不只是粉色的 还是白色的呢 才不是呢 春天的颜色明明是金灿灿的 金灿灿的 春天怎么会是金灿灿的呢 就是金灿灿的呀 不信的话我带你们去看 金灿灿灿的 金灿灿的 就在前面呢 好好看啦 我去看看 我看见了 是金灿灿的 快走 我们去看看 原来春天不只是绿油油的 还是金灿灿的 有好看呀 这里还有金灿灿的蜂蜜 团子 你没事吧 团子 你变成黑乎乎的了 黑乎乎的 团子小心 不是黑乎乎的了 哇 红彤彤的太阳 哇 夕阳好美呀 你的脸是红彤彤的 哦 我们的脸都是红彤彤的 原来春天还是红彤彤的 哈哈哈哈哈哈 爷爷 我们回来了 爷爷 原来除了绿色和粉色 春天还有好多颜色呢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颜色呀 嘿嘿嘿 春天是白色的 春天是金灿灿的 还有还有 春天也是红彤彤的 哈哈哈哈 春天 哦 春天还是黑乎乎的 哦 黑乎乎的 哈哈哈哈 表达小舞台 嗨 小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就是寻找春天的颜色 我们不仅知道了春天是五颜六色的 还学会了一些形容颜色的词语哦 你还记得这些词语都是什么吗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首先是呱呱龙说的绿油油 绿油油是又绿又水灵的意思 春天有很多景物都是这样的 比如小草 河苗 我们可以说绿油油的小草 绿油油的河苗 然后是松松说的金灿灿 嘿嘿 你知道金灿灿可以用来形容什么颜色的诗物吗 没错 就是金色和黄色 比如春天的油菜花 还有甜甜的蜂蜜 都是金灿灿的哦 看完了金灿灿的油菜花 我们还在小溪边见到了美丽的夕阳 红彤彤的太阳不仅映红了溪水 也把我们的脸蛋照得红彤彤的 我们可以用红彤彤形容红色的诗物 比如你在日出或日落的时候 看到天上的云彤被染得红红的 就可以说 我看见了红彤彤的朝霞 或者红彤彤的晚霞 秋天枫叶变红了 我们也可以用红彤彤来形容它们哦 对了 还有一个形容颜色的词语 你记得是什么吗 嘿嘿 就是黑乎乎 因为我一不小心摔进了泥坑里 黑色的泥水把我身上都弄黑了 所以是黑乎乎的 小朋友 绿油油 金灿灿 红彤彤 黑乎乎 这四个词语你记住了吗 快去看看你身边有哪些事物 可以用它们来形容吧 你好 去看看你身边有哪些事物 嘿嘿嘿嘿 你先给大家看